前面都有講過類似的 然後再把C欄放過來 那除了你可以給名稱之外 你也可以告訴他第幾個 你用3也可以 用名稱也可以 第三個 然後把資料摳過來 最後離開 因為已經找到了 所以不要再往下找 就這樣 is this for 跳離了 跳離之後的話呢 那剛剛不是有切到 切過來的 一定要怎樣 再把它切回來 切回來就是怎樣 查詢界面VBA.select 程式大概是這樣子 應該懂我在講什麼吧 這個前面應該有想過類似的語法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 有空的時候再實作 我們先把後面先講完 再慢慢一個一個來 那我們後面的話呢 還有 講這個 這個HLOOKA跟VLOOKA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那個HLOOKA 那HLOOKA裡面這個函數怎麼用 比如說我今天呢 上面這個也是資料 特別重要這個是我要的資料 下面也是我要查詢的東西 那將來當然不會放一起啦 也許是放分開的兩個地方 如果我今天要查的話 我怎麼查 比如說我今天要查CZ2 CZ2在這裡 它的入庫數量 入庫數量在這裡 單價在這裡 假如說我今天要查 那我要怎麼查呢 查入函數裡面 我們可以 當然你會發現 如果用LOOKA 剛剛那個LOOKA不行 LOOKA是橫向的 那這個時候呢 我只能用一個叫HLOOKA的函數 HLOOKA在這裡 按確定 第一個它問你說 你的LOOKAVALUE 那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打上CZ2 CZ2 不過特別注意喔 一開的時候喔 這個地方有個錯誤在 有沒有發現有什麼錯呢 記得要加什麼 雙引號 如果你沒有加雙引號 你會發現喔 他會以為你是指的是 CZ2的儲存格 你會發現就錯了 一定加一個雙引號 OK 好 翻回來 然後呢 Table Arrays是什麼 這個範圍 當然這個範圍 你也可以把它定義成一個名稱 給它一個名稱 或者用選取的 第三個呢 ROW INDEX LUMBER 那剛剛講的VLOOKA一定是比第一欄 可是如果HLOOKA一定是比第一列 比的是第一列 比如說我剛剛選的是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 的第一列是哪一個呢 就是這一個 產品 第二列 第三列 不是看外面這個喔 不是看這個 是看它的對照表的相對位置 OK 不是看外面這個喔 OK 那我要抓回來是 入庫數量在第幾列呢 1 不是輸入3喔 錯 輸入2 輸入2 就是抓第二 第二列啦 一定不會是第一列就對了 那比對模式的話 有沒有一模一樣 CZ2 有一樣 如果有一模一樣的話 就輸入0就好了 如果輸入1是找接近 找接近就是說 如果找不到 那就找接近的 OK 所以這邊輸入0好了 按一個確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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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我們會請人